慢慢的去進行 就是慢慢來慢慢來 我們可以再釀多一點 釀個 兩桶好了 兩箱 就是大家喜歡看的系列 如果很喜歡玩的話當然就還是會去考量 但至少絕對不會是像那種 那種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欸 不錯不錯了 免得得罪人 就是反正就是慢慢來 就是用我自己的方式 慢慢來 我覺得 我覺得有些人會用比較特別的方式去充訂閱 我覺得那都是很正常 那就是 都是 就是我們職業嘛 我們職業就是應該要這樣去做 就是應該要想盡辦法 讓大家去更大的曝光 可是我之所以可以這麼倔 是因為我已經可以這麼任性了 因為我已經 這麼多的你們 會願意看我了 已經很OK了 所以我可以倔一點 我可以 拍 自己 特別是自己 比較 開心一點的東西 比較自己的方式去進行 嗯 就是 任性 我可以任性一點 用比較輕鬆的方式去玩 嗯 所以我覺得就是慢慢來啊 如果有些人衝得特別快 也就 很棒啊 他們那樣子很棒啊 對啊 那我覺得我們就是用我們自己的方式 慢慢的前進 就OK了 不用特別去羨慕別人 不用特別去覺得別人很棒 或是幹嘛 對啊 但如果你真的要成長的話 那你就是 確實是要去學習一下 怎樣的方式更OK 好 好像剛剛又不小心放錯了 真的是 聊天聊著聊著 就會87了 呵呵 忘了放地獄疙瘩 浪費了西瓜 你看 就是 我其實是很笨的 要異星多用的時候 其實 很困難 所以有時候 人家會說 欸 巧克力又怎麼都沒看聊天室 就是很難異星多用啊 嗯 就是比較笨一點 所以我覺得直播最大的重點 我不是在於說 看聊天室跟你們的互動 因為那個在巧克力聊聊台的時候就會有 而是你們可以跟彼此互動啊 對不對 這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像我去看別人直播台的時候 欸 差一點差點 也是一樣啊 我就覺得 不是直播主跟觀眾的互動 而是 直播主犯87 觀眾的反應 我覺得那是更加有趣的 當然是每個人的感受不同 那我這一台 我就是以這樣的一個方式進行 平凡的人喝平凡的水 平凡的一天 嘟嘟嘟 這個藥水的聲音好好聽喔 很喜歡 巧克力的脾氣好嗎 我以前 學生時候都很差 超級差 非常硬 我以前是一個很硬的個性的人 就是 該怎麼說 很有原則跟規律 對 也不算規律啊 很有原則跟 跟那個叫什麼啊 嘖 就是一個很有自己的規則的人啊 很有自己的規則 比方說像以前我很愛乾淨 就是應該說一種微潔癖 欸 就是比方說像我吃的東西 我沒辦法跟人家共用 你如果偷吃了一口 泡麵 欸 偷吃了我一點食物 那我會覺得 那沒有關係 因為你本來就是很喜歡 想要吃一口嘛 但是那個東西整個全部都給你 我沒有關係 欸 那你弄了我的筷子 沒關係 那筷子我就不要了 那筷子就給你 好不好 不然就是洗掉 嗯 如果是可以洗就洗掉 明天洗筷子就送你 就是很倔 我個性超硬 但是到大學的時候 就開始越來越 和緩一點啊 就 個性會慢慢磨平 因為覺得有些事情 不用計較的那麼的多 對不對 可以開心一點啊 對不對 事情 你越計較 你越是尖銳 那其實 你只會刺到別人 你不會讓自己開心 你越是圓潤 唉呦 那只會讓 對不對 自己也會開心 別人也會開心 所以 就會慢慢的 很多很多事情 都看得很開 非常的開啊 特別特別的開 就都不會覺得 覺得怎樣 就還好 你心中有佛 看別人都是佛 你心中 是便便 看誰都是便便 對不對 呵呵 所以 反過來你youtuber也是啊 很多人 難免都會有一些 謾罵的聲音啊 因為有人喜歡你 就一定 也會有人討厭你 對不對 這是難免的 你是那種天團 哇 五月天 周杰倫 呃 林志穎 林劍傑 都還是會有人討厭他 他的歌都還是會有人按不喜歡啊 那更換我們 一定也會有很多人討厭我們 對不對 可是會有更多更多的人 是喜歡我們的 所以 我覺得就是不用太在意 對啊 如果人家討厭 是有理有據 那你就好好的虛心接受 那如果人家討厭 沒理沒據 那來亂的 那就 你也不用理他 呵呵 何必跟他計較 對不對 還好還好 來 再多一點的 多一點的西瓜 大量的西瓜 香精西瓜 開開心心 好 基礎 放上去之前要三絲 這樣就不會再有平凡的藥水了 再不會再當平凡人了 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 林志穎是誰 不老男性林志穎 他最近才發專輯 你除了不知道他平時也要看新聞啊 他最近新聞很多啊 難過 難過 代公 不理你們了 咕嗚嗚 可可惡 呃 登登登 年代差距 沒有年代差距 你看著林志穎 好不好 你去看這個二十年前的他 再看看現在他的照片 你就會發現沒有年代差距了 因為他都長得一模一樣啊 這世界上 有些人就像西血鬼一樣 完全不會老 林志穎 金城武 呃 還有巧克力 呃 不會老 絕對不會老 心態不會老 心態不老 心態不老 心態不老也是一個不老 可以可以可以 嗯 賣囉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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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我順便自肥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 這個 我們是平等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玩玩玩 我們 我們都是人 我們很平等 對不對 法律之前全權平等 哈哈 只能退一步收到這樣的地步了 嗯 你不能否認 對不對 可以可以可以 文 沒事沒事 沒事 好 放藥水 放地獄疙瘩 唉唷 我們用掉了蠻多地獄疙瘩還不錯 來來來 講得好像犯法一樣 因為我們犯了法 就是我們太棒 上帝啊 我們有罪 我們不老 對不對 一堆人看著我們 唉 我們有罪 呵呵呵 嗯 巧克力可以去跑一下玻璃跑酷嗎 晚一點可以去跑跑 晚一點 登登登登登登 咖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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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香精西瓜 香精西瓜 唉唷 今天其實這樣子聊著聊著時間 還滿 過得還滿快的啊 對啊 聊天都是這樣啊 有沒有 聊一下子時間就過得 特別特別的快 對啊 感覺 我覺得 今天的QA也好像也沒什麼 再想一下有什麼比較 大家一問再問的問題 我們可以再回答 那其他更多的時候 大家可以去那個看 想要看我的QA 就看那個啊 直播台 巧克力 聊聊台 你去 搜索 就會有很多了 那其實聊得更多 我們今天要做很多事情 其實就 沒有辦法聊到那麼的多 就聊一些比較 好 巴拉的問題 每次都會有人問 每次都會 都會 不論說了多少次都會有人問 我們就可以再聊一下 所以不用全部打掉啊 免得地獄各大太多 也是個煩惱 有時候太多也是煩惱啦 看我們 多富有 對不對 第一個大一大堆了 嘿咻嘿咻 巧克力你的廚藝好嗎 我自己是覺得 還行啊 還能吃啊 做菜其實 不難啊 做到頂規當然很困難 你只是做一些基本的 我覺得就不難 就是網路上很多的教學啊 而且我覺得自己做菜是一種 小小的成就感 我一開始 最一開始搬來台中的時候 就是一個小房間 然後不能開火 有規定不能開火 所以那時候都沒辦法做 然後後來 第一次搬家的時候 就搬到是有廚房的 那時候我常常就會自己去做一些比較 簡單的一些小東西啊 然後那時候還有買 買石鍋 砂鍋 買砂鍋 你知道砂鍋真的是超方便的 你就 就是 不論是煮粥煮麵 就有點類似煮小火鍋啊 就是東西全部都加下去 然後 其實就會很好吃了 對不對 蠻easy的啊 你做一些基本的還蠻簡單的啊 一個人的話 就是 砂鍋絕對是一個 我覺得是最必備的 如果你只一個人 因為砂鍋真的是很多單人料理 太簡單太方便了 然後再來的話 我還蠻喜歡做 咖哩啊 因為咖哩也是 可以放比較多天一點 放個幾天都還OK 然後就可以一直吃又好吃 很爽 爽快 其他的話 就可能像是 義大利麵啊 或者是炒飯 就這種 比較是單人型的 我就覺得 比較 還蠻簡單 還蠻easy的 又 就很適合 很適合一個人居住的話 你要去做 我覺得這種都還蠻簡單 其他如果要多人的料理 我就比較不會 好不好 你如果是什麼 要弄一些比較複雜的 我就不行 可是我覺得那種 對不對 假如去嘗試 說不定其實都還是 還是OK的 對不對 看看一些 教學啊 嘗試看看 說不定我也可以做到 只是就沒有去做過啦 哇 啊 這最後三瓶啦 沒有玻璃了 對於咖哩裡面加花椰菜 這件事情 絕對不接受 沒有那麼誇張吧 應該說就是 只是吃菜啊 因為咖哩裡面 加的菜 大部分就是花椰菜啊 你要加別的菜的話 就比較突兀啦 就不是不行 就當然也可以 我覺得料理沒有什麼 是不行的 只要吃的開心 就是可以 對啊 為什麼咖哩裡面會出現花椰菜 因為很適合啊 花椰菜 你知道 如果是煮 用咖哩裡面加花椰菜 甚至後來花椰菜會化掉 它會 它會化在裡面 因為它就煮到爛掉了 然後你吃起來 根本也不會有花椰菜的FU 對啊 花椰菜很健康欸 拜託 螢光石 那披薩加鳳梨呢 我是可以接受好不好 我知道義大利不行 我知道 那個 哥哥登拉姆齊不行 對啊 可是 台灣 台灣應該大部分都可以吧 小時候最喜歡 小朋友就很喜歡吃甜的嘛 所以披薩加鳳梨 小時候都很愛啊 現在我是覺得 還好 我現在 對披薩加鳳梨沒有特別愛 就是如果要我點的話 我絕對不會點那個 對 但如果有的話 要不要吃 我自己可以吃 但不會到愛 好 花椰菜不好吃 我就說我現在其實 比較養生啊 吃的部分比較養生 我小時候 我跟講不開玩笑 我一點菜我都不吃 連高麗菜我都不吃 好不好 沒有任何菜我會去吃的 小時候 你知道喔 那種 國小的時候吧 我家裡是把我送到 安親班 送安親班的 那很多人都在那裡 然後我會在那邊 數飯粒 什麼叫做數飯粒呢 就是那個菜 我就不吃 然後 安親班的人就是 就是他們當然有規定啊 就是你一定要吃 你吃完才可以睡覺 那我就好啊 我就慢慢吃啊 我看誰比較會 會耗啊 午餐 那個午休 我不休也沒有關係啊 我們就來耗啊 我小時候的歌曲很倔 嗯啊 我就慢慢吃啊 我一粒米一粒米吃 怎麼樣 我就是有在吃飯啊 你拿我怎麼樣 對不對 你也不能說 我沒在吃啊 我怎樣啊 我有在吃啊 我一粒米一粒米吃 嗯 我就不吃那些菜 那吃到什麼時候 吃到下午的課要上了 對啊 那你也不能罰我在外面繼續吃啊 你一定要讓我上課啊 不然你 換你出事啊 嗯 午休你可以限制我 不午休要吃完才可以午休 OK 對不對 但是怎樣 我就吃到下午啊 那你也只能讓我去上課啊 嗯 我就這麼的倔 嗯 壞 壞榜樣 壞榜樣 但是我就是啊 我覺得這種 小時候跟長大都是兩回事啊 長大到大學時候開始 你就慢慢開始覺得 好像 身體 自己的身體自己要顧 就開始去嘗試一些 青菜 對